哇,漂亮,白胖白胖 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今天做一个非常简单又加长的大花卷 蓬松渲软 过程可以说是零难度,零技巧 大排中倒入5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4克的酵母粉,2克的无铝泡打粉 5克白糖,促进发酵,搅拌均匀 加入280克的温水,边倒边搅拌 搅成这样的大面絮状 想要蒸出来的花卷表面发亮 而且特别光滑,可以少加一点猪油 下手揉成团 揉成面团,刚开始揉的时候 这个面团不容易揉光滑 盖上盖子,饧上几分钟 这面团饧上几分钟以后 我们给它简单揉一下 表面变得光滑了,这样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一层薄薄的面粉 直接压扁,擀开 擀成这样稍微薄一点的长方形大面片 擀好以后,表面淋油 涂抹均匀 喜欢吃咸味的,可以少撒一点黏 再撒上少许的干粉 然后给它叠加起来 一边叠,一边排出里面的气体 叠成这样的宽条状 粗细不均匀的,我们给它整理一下 然后切成三厘米的宽条 取一个切好的面剂子,中间压一下 然后对叠,稍微拧一下 它缠在手指上 一个花角的生坯就制作完成了 做好的花角生坯摆放在壁镰上 两个花角之间要离开一点距离 给它一个醒发的空间 把花角生坯放入锅内醒发 盖上盖子,醒发至1.5倍大 经过20多分钟的醒发 看一下,花角的生坯已明显的变胖变大 这时候我们盖上盖子 先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蒸13分钟 时间到,揭开锅盖看一下 哇,漂亮,白胖白胖 好吃的大花角就出锅了 家人们看一下 蓬松又轩 做法超简单 不会拧花卷的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新手也能一次成功哟 中午来个炖菜 午饭就是它了